各位網友大家好 真的有時候看到這些數字報道 都很心酸 什麼事呢? 就說在這個復活節 港人北上數字再創高峰 看到其中一個地方 觀蘭湖度假區 堵爆了香港遊客 嘩! 好誇張 之前也有很多業主 有些人覺得香港人不肯花錢 不是呀! 人家說你香港人很肯花錢 為什麼會這樣呢?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看看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究竟我們是否活在平衡時空當中 香港人究竟他們願不願意花錢 究竟有人說 香港人現在沒有消費力 又是否真的呢? 其實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北上的港人很花錢 南下的內地客人不多花錢 所以此消彼獎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北上富貴 南下就很閉藝 那些餐飲業零售業 每個人都叫苦連天 希望貴求香港人可以留在這裡消費 但是總會有人覺得 不用指望香港人 香港人沒有消費力了 窮的嘛 或者找不到吃的嘛 不是呀 你看看 觀蘭湖 什麼事呢? 因為 說到說 現在 港人的北上熱潮 不單止 就是羅湖區和福田區 除了大鵬灣之外 更加殺到上官蘭湖度假區 哇 誇張 有港人在第一次內地三天兩夜 四日兩夜 預計每人花了三四千元 狂賺性價比高 就說 遲下再去日本玩 或者再去台灣玩 應該會貴一點 根據觀蘭湖度假區的爆料 就說旗下三間酒店的預約 就說在復活節假期三個禮拜前爆了 哇 你真是看看 那些港人原來一早預約好了 他不只是說 突然興起 你想我又想 是一早預計好了 3月28日到4月3日 一訪難求 香港客入住率是超過80% 這個亦都可以看到了 是歷來市場佔的比例最高的時候 消費力亦都比其他旅客 官蘭湖那邊說 簡單來說 香港人是特別捨得花錢的 香港人是否沒錢 當然不是 我經常說香港人是有錢的 不是善才難捨 他們是覺得你舒服 你哄得他塌 你捉得他過癮 他就跌錢給你了 很有趣的 香港人好像阿拉丁神燈一樣 你走去捉一下他 那時候你踹骨那些鐵脂技師都是這樣的 劣一下劣一下 哎呀哎呀消費消費 哎呀好舒服 添一點添一點 又給你的了 你看看現在大家北上去 北上消費玩的深圳那些 多開心 有笑容的 為何會這樣呢 當然也關乎服務態度服務業 受氣 200元300元 不是我給不起吃碟菜 但問題是你給我一些質素 服務態度 不單止港人說 內地客說 周圍的客人 世界各地 有些遊客都投訴 就是說 你已經沒有服務了 要我QR曲落單 又說什麼什麼什麼的了 你還要收我服務費 有沒有搞錯 呼呼喝喝都算了 你還要服務態度很差 那些遊客是這麼說的 感覺上真的好像不太行 當然這些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個個都是這樣呢 個別例子還是怎樣呢 你看看之前我們那些 或者媒體的報道 或者報紙的報道 有人就說 喂 我61元吃菜圓牛肉飯 你的生菜牛肉飯 外賣那些什麼上海年高得半盒 喂 怎麼搞啊 我怎麼消費啊 在這裡 然後可能有人告訴你 是這樣的啊 我是給這些 你81元你想怎樣啊 你還想我好飽 我好飽 我好飽 不會啦 你想多了啦 整件事 大家還覺得是 喂 你們這些顧客是 苛求啊 那個要求過分苛刻啊 但是沒有反思一下 其實某程度上 是不是真的我們不能夠 提供一些好的服務 導致這些人 全部上海消費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啦 我們不能夠怪 香港人現在不在這裡消費 你看到 就算你內地客 你想想其實 就是 之前說的嘛 想著吸引多些自由 走下來花錢嘛 大問題是 下來就算買粒糖也好 都幫不了手的 你此消比獎 香港人上去買間廠 內地客過來買粒糖 我們一定是輸的 是不是 也有人分析 香港人北上熱潮 進入第二個階段 就不會即日來回 開始選擇內地過夜 通常逗留兩至三天 預計未來北上的人數 仍然有上升空間 這樣的 觀蘭湖 戈爾夫球場 香港沒有戈爾夫球場嗎 有當然有 當然有啦 怎會沒有呢 不過有人說 我們打不到 那些富豪 貴族打的嘛 是吧 其實 觀蘭湖111年 平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 慢慢轉型成為大眾化的度假區 除了有戈爾夫球場 裡面還有室內滑雪場 戶外遊樂場 卡丁車場 還有幾層扭高的波波池 室內馬場 一站式體育娛樂設施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 難怪別人真的能做到的 室內滑雪場 香港有沒有 滑雪場 室內滑水池也沒有 沒有滑雪 高卡車場 內地是最多這些 那時候我們年輕人 去西脈湖玩的 我也有去過西脈湖 去西脈湖玩這些高卡車 我也有玩過 那時候很舊式的 有啊 很棒啊 香港沒有啊 是吧 又有馬場 又有室內馬場 我也想去騎一下馬 你不要說 香港也有 但是那個相遇河 不是那麼多人去光顧 甚至乎不是給你光顧 還有 裡面是一個一站式的 大年大年小可以玩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 你想一下也沒辦法 是不是 也有商場 招呼你 只是招呼你港人 都招呼到飽了 那見一下 有一位郭先生 和幾位朋友 首次衝出深圳 不再即日來回 入住東莞觀南湖酒店 誰說用盡時間玩三天兩夜 翌日騎馬或其他活動 最後一天回深圳龍華行山舞 整個旅程每人回三四千元 他說他打算去轉日本 或者台灣會再貴一點 他平時上班很忙 仍然會抽空每個星期北上深圳 他說現在內地食肆性價比高 比香港同等的價錢 換到的是更加豐富 更加美食 更加好的服務質素 他說香港三個水 未必吃得那麼多東西 或者質素就好了 所以 這件事 他的觀點就是正如我之前所說 有人說深圳的東西差不多 跟現在 價錢是差不多 但是整個體驗是很遠 人家的質素是會改變 人家的要求是會改變 除了你要給我一些好東西 我是整個吃的過程當中 你不是隨便有個美景給我就可以 是說整個體驗 由我進去餐廳 那一刻開始 你會不會跟我說 不好意思六十分鐘 去到五十分鐘我就要你結帳 然後各樣各樣 又要收拾你的東西 然後不停在你旁邊徘徊 整個用餐體驗 現在的人是很講究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香港受夠 有人說夠了 吃夠了 經常趕我們走 是不是 那碟東西都沒吃完 問我要不要 要催命吃飯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經常都說 要活生平衡 享受你的生活 我這麼辛苦回來賺錢 大家為甚麼 你都是希望能夠享受一下 我賺這塊錢 有血有汗 有血有淚 我有付出努力 我也有付出努力 我希望我亦都使得舒舒服服 使得我開心 去抵消我的辛苦 你剛剛才 這句話 大家都是的 你這麼辛苦 我不管你用甚麼 有些人說 不是的 我下腳收錢的 收息之類的 各樣東西都好 你每一塊錢 你都希望花下去那一刻 你是享受 開心 女兒的服務 男人很簡單 正所謂 他能令你舒服 你就願意洗 突然間有個姐姐 很美的 她是適應的 那裏有很多美的適應 你那一餐都吃得特別開胃 你都願意坐久一點 消費多一點 人就是這樣 你整班人大班人現值 不是的 不好意思 過半小時 一喊東西 就上了 吃完了 好了好了 要不要糖水 就給你糖水 這樣就趴走 那感覺上 你不能留下客 整個消費體驗就是 他們這麼多人在這裡消費 都是想吃東西 聊聊天 聚一下 你是給他們一些時間 給他們一些空間 現在就沒有了 他就覺得 距離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越來越近 唉 我都說了幾十年前 不是說幾十年前 早幾年前 我都開始這樣說 不過有人覺得 那時候我的說法就... 因為有點誇張 妙想天開 其實不是的 你遲早會遇到這個問題 不過那個模式是有一點改變的 我說你遲早... 你都是... 大家都聯繫一起生活的 是的 你這樣的環境 你預見得到的 樓價高企 消費物價高企 港人生活質素 你不是找得很多的時候 你只能夠就是不望神舟 你不望神舟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了這個... 因為我在那... 再早之前已經... 喂... 經常走來走去 喂... 你們還沒吃海底撈 香港還沒吃海底撈 或者還沒吃木屋燒 還沒吹到吹走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這些東西 我已經在吃這些東西 哇... 這麼划算 十元碟炒粉 你怎麼搞錯啊 我在香港哪能吃到啊 我說你沒辦法 如果這些人一殺到下來 香港香港人一試到我就... 就糟糕了 每個人一定是湧上來 那次我記得... 就是較早之前 現在有人說 預計香港人越玩越北 我說... 我在... 幾個月前 跟廣州的朋友說 那時候剛剛山姆很熱 在香港山姆很熱 在深圳 他們說是呀 很厲害啊 我跟他們說 不用怕啊 我早晚衝上來了 我說 哇...不是吧 我說是呀 很快啊 香港人玩得很快 他們那種是... 哦...這裡... 吐吐一陣 然後就馬上去試試其他 因為他很快會驗 然後就試試其他 你這麼多新奇好玩的東西給他 何況... 到處都他都沒什麼去過的時候 我說你廣州一定是很快 下一個就是香港人衝上來的地方 加上... 你有很多人的效應的嘛 你好像張敬軒的效應 這個地方原來是張敬軒的 那時候什麼什麼的 這個糖水泡 什麼白花糖水泡 我忘記了嗎 那裡... 原來是張敬軒 經常去過打等的 之前 在廣州那裡打等的 又或者你看小蠻腰 太古倉 原來... 喂... 廣州有一個叫太古倉的地方 很有... 就是外國的風味 哇...多大啊 人家周圍都是 容創 現在容創那邊玩得那麼厲害 又有什麼... 賓磁針啊 又有滑雪啊 然後... 之後又說... 這些已經有重化的了 那你遲一下內地是不是搞跑馬呢 然後... 廣州又說扔200多億搞的F1賽車場了 所以你說這些呢 你遲早... 你真的... 那些人會覺得... 你香港做不到的這些事情 那... 深圳有的 真是投其所好 賽車誰不喜歡看呢 你看... 日本... 剛剛在這個0.6... F1... 跑完... 那你接著... 接下來的可能就是... 上海站分站 你遲一下 如果你廣州真的起了F1賽車場的 那會不會上海... 廣州都有F1的賽車場分站呢 那每個人就衝上去看賽車了 所以其實這些呢 都是你看得到整個配套的 為什麼當時... 之前有人說要搞... 香港要盡快搞這些基建 盡快搞這些... 擴大這個服務... 景點啊 多些搞一些活動 你就是要... 吸引到客人的新鮮 這些事情你遲了就遲了的了 沒有就沒有了 是不是... 有位鄧先生 他那天跟兒子在商場玩巨型波波池 他說幾層樓高的規模 香港實在罕見 還要收得便宜 88元人民幣 5人行還要有折扣 我之前也說過 我說你商場裡面那些大型給年輕人玩的地方 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很新鮮的 哪有可能一個波波池兩三層樓高的 那些爸爸媽媽父母 一上去就好了 終於有個地方給小朋友放電 他安慰的 他簡直是不用客人在香港 唱著他就很累了 爸爸媽媽回來了 回來了 是不是 所以... 真是環境問題 那... 都是的 每個人都... 捨得花錢 沒辦法的 這個也可以看得到 其實接下來 有人會覺得 香港人的數量 預計還有上升的空間 去觀難和玩 也有人會覺得 摸索期結束 你早就說了 不用的 廣州、佛山、潮山這些地方 是不需要摸索的 因為你本身有很多 在這些地方過來香港生活的人 他現在只不過回到家鄉 他帶同身邊的朋友一起去玩 你相信我 不是摸索的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人 可能新移民來香港幾年 五、六、七年 現在每個人都趁上去 山後有很多好東西吃 潮山牛肉很有名 廣州有很多好東西吃 很有名 甚至佛山有很多無影腳看 那你就走去看 等等而已 所以其實這個 不用大家猜 我亦都可以肯定 肯定告訴大家 很快 殺到上去廣州 很快要去到東莞 去到東莞 那就不能夠 翔精文 再遠一點 會越晚山 冬天 吹走青島 景色高 然後又越來越多人 蘸個人 affected 到時有隻隻港人衝向北上 那你說怎樣呢? 加大自由行有沒有用呢? 我們要想想辦法怎樣吸引人消費 這些就吸引到港人消費了 我們也需要找一些東西吸引人消費 除了服務業質素 除了餐飲食食物的質素 還有很多新的元素要加進去 要有我們自己的特色元素 否則恐怕不夠廢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